暴风圈侵袭台湾 东半部首当起冲 今天台东沿海地区 已经出现了阵阵长浪 风势跟雨势也明显增强 有民众开车经过南回公路 雨刷都快要刷不动了 而另外离岛蓝雨地区 更出现了五米高长浪 瞬间最大阵风达到了12级 除了风浪明显增强 大雨下了一整天 也造成溪水暴涨 滚滚泥沙冲入海中 在被阵阵长浪推上岸边 周六蓝雨不止越晚风浪越大 大雨也没再客气 瀑布水流倾泻而下 更造成溪水暴涨 加油站四周被泥沙包围 成了孤岛 居民车辆想加油如零大敌 同时岸边白色浪花不断翻涌 大浪一波接着一波 浪高最高达到五公尺 路数骑子面对强风也快撑不住 蓝雨周六瞬间最大阵风达到12级 更有游客来不及回家被滞留岛上 第一次来就遇到六年来最强的台风 对对对 关岛七天哦 我们现在台风很强哦 下出台风结构扎实步步进逼 外岛首当其冲 而台东富岗渔港长浪也不断席卷而来 拍打在提岸上 见起十米高浪花 尽管台东沿海区域风浪明显增强 一早海滨公园还出现打算看日出的游客 见到这风雨交渣的景象 只好拜信而归 没有日出 就没想到台风已经 差不多这个时候就要进来了 大雨下个不停 雨刷都快刷到没力 开车经过南徽公路 风雨增强 驾驶四线受到影响 就怕能见度低或是边坡土石 不堪雨淡袭击 危及行车安全 周六晚上八点开始 公路总局预警清封闭 台二十线南横公路 向阳道雾路路段 警署广播主管机关公告此处为管制区 请尽速离开 台风暴风圈碰触到台湾陆地 沿东海岸北上 台东和离岛不敢大意 全力戒备 据有刘林祥 陈怡轩 肖志远 SNG小组 台东报导 优优独立